你民眾黨告訴我們說 欸 我對你們最大的幫忙 就是沒有幫民進黨嗎 這樣就要我們還他人情喔 我沒有捅你一刀 我沒有踩你兩腳 我沒有給你下毒藥 我就算在幫你了 有這種事情嗎 所以假人搞搞有假人到這種地步的嗎 都到了選舉呢 今天要投票了 他還在拿著東西去賣來賣去 而且這個賣來賣去 我覺得我最不可思議是 怎麼可能說你只有八票 說你來投我的黃三甄當院長 那我投你的蔡英雄 我覺得現在有兩個疑雲喔 第一個 誰打給誰這件事情 但顯然民進黨是不會打給柯文哲 當然啊 因為大家其實怕他們怕得要死 我們私底下都有說 對他們的害怕超越藍綠了 這是第一個 好 那第二個 這通電話打了以後說什麼 真的是說 你院長投給我我副院長投給你嗎 還是是說別的我院長投你 你內閣要給我幾席 我們不知道這個內容真的是 柯文哲去幫黃三甄拉票 還是去談別的交換喔 所以你跟吳董的看法是一樣 是談很多 這只是其中之一 所以到了今天要投票 柯文哲還在那邊拿東西去換 對 因為柯文哲不是小學生 他當然知道說 他不可能去幫黃三甄拉到院長 因為你哪有可能八票去跟人家拉五十一票 哪有生意玩這麼大 槓桿玩這麼大的 我八塊錢要去跟人家玩五十塊錢 所以他談的一定不是這個嘛 那他談的是什麼 我們就不知道 一定是說我這八票換你什麼 怎麼會去跟人家講說 你那五十一票給我 要給你一個付的 這個是在羞辱人家嘛 這個就不是交易嘛 那交易一定是說 你要我這八個 那你要怎麼樣 拿什麼來東西 所以我覺得那一通電話 現在已經是羅生門了 本來有沒有那通電話 我是不確定 但聽了陳志涵講以後 真的有電話 我確定有電話 只是陳志涵糾結說 沒有是人家打給我們 不是我們人家打給人家 那沒關係嘛 柯文哲秀一下通聯紀錄 人家打給他的秀一下嘛 柯文哲不是說我手機都給別人拿嗎 那是陳志涵接到嗎 那陳志涵秀 就講一下是誰打來嘛 之前兩億美金的事情也是啊 怎麼不講到底是誰呢 這件事情都已經違反選霸法了 然後還講一個模模糊糊 更何況是這個 那再來今天陳昭之那個 廢票那件事情 網路上大家都在開始笑 白色漆票 簡稱白漆黨 就大家都在笑了 你們發票已經夠少了 還可以自己自我消滅 自己自我消費 然後大家一直在爭論說 大家一直非常懷疑他那個是故意的 不是無意的 為什麼 第一個他有秀出他的沾污點 面積太大了 你知不知道 大家都有投票過嘛 我們有一支圈鏢筆 對 你就算是這樣拿著 不小心沾到那個圈鏢筆的外圍 最多也是一條橫而已 不會整片 整片只有一個情形會發生 他把他自己的手拿去放在印尼上面 真的因為他是整根半根手指頭全部都塗紅了 所以你覺得那不是不小心是故意的 因為你有一支圈鏢筆 你一定是拿圈鏢筆去蓋那個印尼嘛 你不可能這樣去把自己的手 然後再來你如果一支圈鏢筆 你真的手指頭也蓋到旁邊的 不會剛好在同一個橫排 你是手指頭我們這個角度擺 手指頭是比較下面的 你應該是沾屋處是在陳金輝的名字上 而不會剛好是在那個格子上 格子類 對 所以不管是從張屋的位置 或者是不可能整片 一個當到立法委員 連票都蓋不好 那他過去這麼多年他去蓋那個選票 不是說同樣的蓋法 我告訴大家 我們也選政府議長 同樣長相的圈子 都一樣 對 不是特別大支好嗎 很大支一支 所以很難蓋 沒有沒有這樣子 所以那麼多個立法委員 裡面還有那種非常年輕的新柯立委 都沒有人會去把選票弄髒 就你一個陳昭芝 對 就你一個民眾黨 那你要告訴我說他真的 所以你真的 你覺得四中講的是對 他真的沒有紀律 我覺得他們 因為陳昭芝就是酷 不然你要拿我怎樣 你已經巴洗了啊 對不對 你要第一天就把我幹掉嗎 那只能證明民眾黨真的是很落差 可是為什麼他不會有黨紀處理 因為林國城在之後馬上就幫他緩夾 但林國城的緩夾更凸顯 他們就是個沒有用的票 對 因為林國城怎麼說 沒有影響投票結果 沒有影響 對 就是說 就算這8票都不投給黃珊珊 或是這8票都投給黃珊珊 都不會影響 所以說林國城自證8票是廢票 這8票無足輕重 因為你不敢投廢票 你投給任何人 都不會改變整個結果 是 就算這8票通通弄髒了 或是這8票通通 乖乖的投給黃珊珊 都不會影響選舉結果 所以林國城的緩夾 其實就代表民眾黨這8票 不會影響選舉結果 既然這樣子 沒落贏你幹嘛還要罰他呢 所以我也不覺得要趕盡殺絕 要罰他啦 我覺得不要 可是我覺得最歐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今天在開車的時候 一個民眾黨的議員 在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說 恭喜韓院長 希望韓院長能兌現承諾 當時你來拜會民眾黨的時候 答應的國會改革什麼時候 你要求人家兌現承諾 你沒有支持人家 你怎麼好意思在人家 一當選的時候 還敢說兌現承諾 對 那你民眾黨做了什麼 你民眾黨告訴我們說 我對你們最大的幫忙 就是沒有幫民進黨嗎 這樣就要我們還他人情 我真的沒有算 這就像在江戶上講 我沒有捅你一刀 我沒有踹你兩腳 我沒有給你下毒藥 我就算在幫你了 有這種事情嗎 所以我在那邊開車聽到 我覺得超厚的 第一個馬上來討人情 臉皮好厚喔 第二個馬上把韓國瑜的當選 當作是他們的功勞喔 因為我沒有跟著民進黨 踹你兩腳 你們國民黨就要趕機涕零 假人有假人到這種地步的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他們的臉 我不想說臉皮很厚 但是我真的覺得說太離譜了 好 宇雪 今天我們看到韓國瑜在 最後他感謝的 感謝什麼 他連游錫坤都感謝喔 他講游錫坤說 我的這個官邸我不用 我這個辦公室也不要 那我也感謝那兩個不當級的 我也感謝什麼 我感謝江啟臣 我也感謝了傅葵 所有人都感謝了 沒有民眾黨 所以在他心裡面 其實有一本帳 雖然現在民眾黨 在現在馬上講 你也當選 這跟我有關喔 是我按住你喔 我按住你以後 你才可以當院長喔 各位發現 在當院長之前 原來民眾黨想盡各種辦法 要把韓國瑜賣掉 而且剛剛講到 我今天對你的所有的作為 其實是慢慢的 後面捅刀的 所以韓國瑜心裡面有一本帳 當然啦 保健哥 因為我們講喔 選舉這件事情 最重要你要幹賭 你要幹賭才能當大哥嘛 那請問為什麼韓國瑜 最後沒有感謝柯文哲 因為我給你的 無數次機會下注 但你最後都沒有賭罵 對不對 各位這才是 真正的重點嘛 來 我們今天看到 韓國瑜今天為什麼 我們常常講到 起手無揮 起手無揮 一直跟你講 你起手無揮 你就是不起手 讓你三次機會 很多人都不下棋 那玩完怎麼辦 韓國瑜今天有沒有給他 最後一次機會 有喔 就在中午 韓國瑜跑去哪裡了 去看他們 敗會民眾黨黨團 結果民眾黨黨的人 跑去哪裡了 去吃飯 跑去吃飯 高歌離奇 所以各位 驗證一件事情 今天民眾黨黨團 他不用中午吃飯啦 他早上要吃早午餐 下午要吃下午茶 他要吃到晚三 再吃宵夜 保理哥請問會不會改變 今天投票結果 完全不會改變嘛 都一樣嘛 你要來不來都隨便你 這是民眾黨自己 不敢下注的造成的嘛 而為什麼韓國瑜 在中午特別加注 去跑出去給他這個機會 其實是因為陳兆之耶 陳兆之這創造一個破口耶 所以要創造破口 當然嘛各位 你以為陳兆之這件事情 真的是這個偶然嗎 還是不小心嗎 還是意外嗎 柯建民直接給你一個答案 柯建民說沒有啦 那個故意的啦 老江湖一眼就望穿秋水 為什麼 因為我們拿到了內部的照片 保理哥就是這兩張 陳兆之是跟各位秀說 各位看到喔 我手沾到了 旁邊顧到 所以我才會圍到 他說裡面因為投票所很髒不乾淨 請問一下 裡面的投票所有很髒嗎 沒有 有不乾淨嗎 很乾淨 乾乾淨淨的 而且再來第二件事情 這一支筆 那個蓋髒的筆有多長 這支筆差不多啦 差不多長啦 所以保理哥你知道他手 我要怎麼樣才能沾到印尼嗎 他要這樣握 他要這樣握 然後這樣勾 我要這樣去蓋張 我才會勾到嘛 所以你說是不是刻意為之 你覺得是刻意的 當然是刻意的嘛 老柯也說是刻意的嘛 否則一般人正常常理 直接蓋下去好了 有人會這樣握筆的嗎 各位你要去沾印尼 你會這樣握 然後這樣去勾 然後還回接人 回接人 不可能嘛 好 那給你回到時候 陳道士是不是拿出來了 是不是蓋下去了 保科這時候問題來了喔 你連蓋張的時候 你都要這樣子蓋耶 一般人是不是這樣蓋張 對 你如果就直接蓋下去就好了嘛 不是 陳道士是用手下去蓋 但這不對啊 你如果手下去蓋 你知道會怎樣嗎 整片都轉黑黑 他會回到整片嘛 對 或者手的印嘛 結果他不是 他是什麼 一撇 就很清楚 很精準的一撇 然後那一撇剛好是在誰 陳金輝 各位可以都忽略到一個重點喔 黃珊珊跟陳金輝中間是誰 游錫 游錫嘛 所以這是什麼 心之所向或千或百 很想要蓋 但是呢 蓋不下去 所以老柯直接給你大白話白話文了嘛 就是說 陳昭之喔 他是蓋不下去黃珊珊啊 他很想要蓋旁邊的游錫坤 大家能不能蓋 不能嘛 所以我只能手旁邊揮一下 揮一下 揮一下 而且陳金輝跟這個所謂的陳昭之 他們有個共同特色 他們都是推不運的 他們都在不運的 他們都在不運證上面是 共同努力的喔 而且我覺得這個東西非常微妙的是 我們去查 如果去查中選會的所謂的 廢票不廢票的原則裡面 如果我的這個污點是在這個地方 污點在這個地方 污點在這個地方 它都是有效票 污點在哪個地方會有很大聲音 剛好在框框裡面 也就是我這邊蓋了一個 沒有錯是蓋了 可是另外如果你都在框框裡面 你被判為無效票的機率就高了 我覺得它最微妙的是 你剛好 你若是不小心插到 你也插太準了吧 剛好都插在框框裡面 老二哥很精準 重點是好 這麼精準的抹到了框框之後 沒關係 反正你那個手勢 我真的想不出來 你要可能是小拇指翹起來 然後特別勾一下 但好 他出來之後有沒有檢查 我們旁邊的照片 不就給你看了嗎 還吹 把那個票再吹一吹 林郭審寒拿著眼鏡說 我有看我有看 是代表什麼 明知不可為為之嘛 他明明知道狗盜了 明明知道有問題 他還是把票給丟下去了嘛 但最有趣的是民眾黨的講法 民眾黨今天跟你講說 這件事情怎麼樣 沒關係 黃三生說什麼 大丈夫 保利哥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嗎 為什麼 他們打從心底也知道 自己在投廢票嘛 我說八票廢票 其中再多一票 廢票的廢票 不是 有差嗎 我覺得黃三生 不想證明自己討人厭 大家找藉口嘛 就找台階下 抱著陳昭治 但事實上他知道 陳昭治 心裡面在想什麼 根本投不下去嘛 但好 為什麼我要講到這個重點 不然我們剛才講 最重要最重要的 韓國瑜秀到這個味道了嘛 他知道民眾黨的做法 為什麼 怪柯建民 說是你柯建民一字不公 你電腦團 你主席 你把我硬生生的選票 變成廢票 所以韓國瑜立馬殺過去嘛 想說這是不是一次機會 是嘛 這是民眾黨得以投給韓國瑜 甚至投給江啟臣 另外一支機會 結果民眾黨做了什麼 沒有接球 高歌離席 所以你看一路 柯文哲從頭到尾是 根本不敢下注 最後面給你機會 錢 五塊錢 五毛錢也不敢丟 好 灰塵 你從頭到尾就認為 陳昭治是故意的 我跟你說 因為我全程看他整個投票結果 在發現只有7票的時候 我剛好跟我們上報又好朋友 上報副次長那個蔡惠之在講 我說為什麼黃珊珊只有7票 他馬上回我 那時候陳昭治的那個道歉 我根本沒出來 他說一定是陳昭治 為什麼 對 然後我想說為什麼 他就說 他看都沒看就說 對 如果有跑票他就是猜陳昭治 一定是陳昭治 他就跟我說第一個 他說你知道那個陳昭治 他是一邊一國行動黨 2020年不分區的第一名 才是台獨分子 他說這個台獨分子 今天怎麼可能 以投票給黃珊珊的情況之下 保送這個傾向統派的韓國瑜 去編立法院院長 他如果這一票真的投下去 他怎麼去跟他台獨 獨派的人交代 他不能交代啊 所以呢 那當然我是還想說 你那個太陰謀論了 太陰謀論了 就說真的是陳昭治 所以你就覺得 這個是厲害不可思議 第二件事情 你會發現已經很有趣 如果你真的是沾到啊什麼的 那你為什麼偏偏勾到 那個是陳昭輝 那陳昭輝就剛剛我們兩個講的 就是說他事實上就是不分區 那個不運政的兩個部分 都在推這個東西嘛 所以從這個種種的跡下來 那時候我就想說 有可能喔 有可能 他真的是故意的 那以所謂的故意 就是啊 那個格道 你不能講我格道 但我覺得比較有趣的一件事情 故意的對不對 那這按照黃國上的講法 那不是要黨制製處分嗎 那為什麼黃珊珊 第一個馬上跳出來說 那個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啦小事情了 為什麼 而且還跟他勾肩大胃的進議場 為什麼 因為在現在民眾黨 已經變成小藍的情況之下 跟他在光譜 正式光譜上立場 比較偏綠的 只剩下招枝姐啊 他們兩個人 是最後的僅存兩個 兩個要互相保護彼此啊 不然馬上變狗狗一擊 一下就被幹掉 但我覺得整件事情 非常有趣的是什麼 就是在中午的時候 爆出的那個電話 那件事情 就是說誰打給誰 有沒有 有沒有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這個柯 我認為啊 應該是柯文哲 或者是白銀這邊 主動打電話給綠的 為什麼 因為我跟柯建民同台過 他講到白銀 那個民眾黨那個樣子 跟跨的跪一樣 就是你送上來 我都不要 那個表情是這樣 絕對不可能打那個電話 第二件事情 為什麼在那個時間點 柯文哲 或者是民眾黨 還要打那個電話 顯見 顯見 他們從國民黨那邊 根本沒有討到半點好處 就是說國民黨 應該連所謂的 招偉這件事情 都沒給 都沒有承諾 所以他還要 在最後時間點 能賣就賣 能拗就 還要去給你拐一下 然後再來 我從哪一件事情看 看得出來 我認為國民黨 也真的沒有給他一點好處 就是韓國瑜啊 韓國瑜從頭到尾 連提到你 都沒有提到你 為什麼 因為你是我小的 一點都不重要 我怎麼可能還會提到你 今天民眾黨 亮出底牌了 亮出底牌 你又怎麼想說 這個亮出底牌至關重要的是 因為未來國會三個黨 結構已經形成了 而這個結構 對於白色非常不利 因為你本來說你是關鍵少數 結果 你不敢去挺藍 不敢去挺綠 你就真的 變成無足輕重的 這個所謂的巴票 還有 沒錯 整個過程 你說民眾黨 真的被柯建民嚇到了 抱歉 實際上民眾黨這巴息 到底是鑽石還是玻璃來說 從今天的 從明天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立法院院長選舉 可以看出端倪 那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要裝 他們是鑽石的樣子 所以裝了非常多 我們要國會改革 然後藍綠兩黨 都來了面試 但是今天呢 他們先出底牌之後 玩了15天之後 他們現在註定說 什麼都玩不動 而且什麼都沒有 對 什麼都沒有的一個狀況 好 那他們今天說 他們今天說 我們要自推黃珊珊 當成我們的立法院院長 第一輪沒有當選的話 我們第二輪就不參加 所以行動是 保重了韓國瑜 可能在第二輪就會當選 那你知道 是證明了什麼事情嗎 我覺得今天他們 選出黃珊珊 證明了什麼事情 第一個 他們目前為止呢 不敢去鳴挺 他們不可能去挺綠 但是呢 他們也不敢鳴挺 因為什麼 你就直接投給韓國瑜就好了 但是他也不要 所以呢 沒走 對 所以你在兩邊 原本可能兩邊承諾的東西 你什麼也都沒有得到 所以我才說 你什麼四項承諾 兩邊你都沒有跟他們合作 所以都沒有成立 你既不敢得罪民進黨 你也不敢站在民進黨的對立片 但是 你又不敢這個 跟國民黨手牽手 所以韓國瑜今天就不通不講 不高不低的講 謝謝大家未來共同努力 他也沒有人情了 對 那你知道 他們的某些程度來說 今天這個所謂柯建民就出來 他說 我從第一天就知道 他們會投給他們自己 那你知道 你看柯建民在整個 這個整個作戰的過程裡面 他就一直說 那你就投給藍軍就好了嗎 你就投給藍軍的話 證明你就是小藍 你就跟藍軍會一起啊 你就證明你是 投給這個韓國瑜 這樣一個狀況 可是某些程度來說 這樣子來說 就框住了這個白影 因為白影 他們真的也不敢去投嘛 所以你說 柯建民這段時間 不但給民眾黨道德壓力 不但給他情緒勒索 就是說 你如果投給韓國瑜 是非常丟臉 你如果丟給韓國瑜 可以跟中國打交道 你丟給韓國瑜在國際外交上 會非常非常的可制 沒有想到 這只是柯建民的話術 對 這只是柯建民要去框住民眾黨 而民眾黨真的因為這樣子 不敢去投給韓國瑜了 對 所以你就知道說民眾黨 原本的所有東西都沒有得到 連那個立法院院院長 大概也沒辦法得到 那證明什麼 證明這巴喜變成無足輕重 因為 因為立法院院院長就是個關鍵 你既然不敢得罪藍 也不敢跟綠合作話 那你這巴喜能幹什麼 沒有 林俊先生說得非常清楚 這巴喜證明了 你就是沒有用的巴喜 沒有用的巴喜 你自己放棄了最能關鍵 扮演關鍵少數的機會 他說 以後啦 你這個招委也投給自己啦 法案也投給自己 什麼都投給自己 證明你自己就是沒有用的巴喜 什麼叫做關鍵少數 關鍵少數就是 打給誰誰會贏啊 對 其實關鍵少數是 你要在關鍵的時候 要敢於表態 但是你這樣才能夠 才能夠一錘定音嘛 但如果你在這個關鍵時刻 你是選擇柯P他們的巴喜 跟他們的巴喜 選擇躲在後面 躲 我兩邊都不要得罪 不敢玩這個排氣 在大戰場中間來說 要勇往直前 才能夠決定勝負嘛 所以林左水說得非常清楚 林左水最早一開始 他就是說他們是 玻璃還是鑽石的人嘛 對 他講得非常清楚啊 他說你看 有人就說 好像你跟川普一樣 破壞是創新 但是他說 你只敢破壞 你根本不敢賭上去 賭上去才有創新的可能性 不是 他連破壞都是小破小壞 不敢大破大壞 對 所以林左水就說 你根本就是 跟川普不一樣的這個狀況 所以他直接就嗆聲你的 他認為說 民眾黨經過這一種 你這幾年 注定你會變成泡沫 好 我們看到 當柯建民開始了 原來你現在回到 看了柯建民那個動作 柯建民所有的講話都是 我要框住民眾黨 框住民眾黨 他早就知道 民眾黨不可能跟綠營合作 既然不可能跟民進黨合作 我就不要陪你玩這個局 不能陪你玩這個局 我也不能讓你的票 跑到對方去 所以我不斷跟你道德勒索 我們跟你情緒囉嗦 讓你不敢投給韓國瑜 現在你真的要自己投給自己 你要真的要投給黃珊珊之後 我們就看到 新的招數出來了 馬上上班有一個獨家 楊毅 他是跟國民黨非常交好的 沒錯 馬上講說有四票不穩 然後我看到不是隨便講 朱立倫馬上講 他馬上在他的中常會講 明天是台灣政治的關鍵時刻 民進黨如果用司法破壞 政治利益交換 或者權位的勾結 搞爛明天的立法院 這副院長選舉 就是讓台灣進入最黑暗的一面 代表朱立倫今天感受到什麼 要講這麼重的話 對 為什麼我們就說 民眾黨是無足輕重的巴西 因為第一個 他們今天底牌亮出來之後 你就看到 民進黨就開始進攻了 怎麼進攻呢 柯建民就開始進攻了 或者他們內部開始去挖 藍影的牆角 因為確定了你的底牌 我只要挖幾票過來 現在就傳言說有四票不穩 那當然這裡面來說 有人是什麼 跟司法有關 有人跟金錢有關 有人是跟權位有關係的 他開始要挖這四票 所以這個報道出來沒多久之後 你看國民黨馬上就想 你們民進黨千萬不要玩這個遊戲 否則你們玩的話 就是利益交換 或是至暗時刻 但他也同時警告 我們國民黨 可能要用量票的方式 確保說每一張票 都要投到我們的候選人 他從來祭出非常嚴厲的處分 譬如說黨不分區的話 就直接開除黨籍 另外一個 如果區域立委的話 停止三年的黨權 所以等於是非常嚴重的黨籍處分 傅瑾琪怎麼講 這不是個人的榮耀 對 更是國會的尊嚴 沒有出席 對 你就是跑票 對 所以現在這樣 就是看藍綠怎麼玩 你白一點都發揮不小影響力 所以也就是如果民眾黨 真的改去投給韓國瑜的話 那民進黨有沒有優異空間 有運作空間 絕對沒有運作空間 你再什麼挖三票四票五票 都沒有意義 對 可是你今天只要確定 中間民眾黨這個變數 穩住了以後 柯建民我認識他那麼久 他就開始上下其手了 也就是說柯建民 透過這一點希望的操作之後 他有什麼不敢的 框住了這個民眾 我跟他講 為什麼這樣 你如果看整個操作來說的話 第一個他就說 你去投給韓國瑜 你要確定這個立法院院長 就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那可以證明說你跟他合作 再來就是說其實 黃國昌某些程度 他也被框住了 因為黃國昌跟韓國瑜一個擁抱 你看網路上 港獨傳出什麼樣子 你覺得黃國昌 他現在敢去投給韓國瑜 某些程度 他們也不太敢去投給韓國瑜了 所以才跟你講 所以那也是來哈韓國昌 當然啊 你就哈住黃國昌 黃國昌你敢跟韓國瑜站在一起嗎 你那幾年在做了什麼事情 你怎麼講的 所以才說嘛 某些程度 雙方都在這個 好 宇雪 當今天民眾黨講 我們要推出自己的候選人 我們要推出黃珊珊 我們要去投自己的人 這跟8票投給自己是一樣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按照現在54比51 超級講 那你是按住國民黨 那國民黨應該很高興 那我們也看到傅崑奇 一開始 很開心 有點感謝民眾黨的味道 可是為什麼到了下午到中午 馬上朱洋變色 情緒完全改變 這個情緒改變 連傅崑奇都講 這不是個人榮耀 更是國會尊嚴 沒有出席就視同跑票 一定要用最嚴格的黨技術份 更重要的是朱立倫 朱立倫居然講 這是台灣政治的關鍵時刻 民進黨如果都用司法迫害 政治利益交換 權位勾結 搞爛明天的立法院 政府院長的選舉 就是讓台灣進入黑暗的一面 國民黨絕對會祭出最嚴格的黨技 為什麼到下午 整個國民黨 風聲鶴唳 不是贏了嗎 因為民眾黨的決策 讓一切都回到原點了嘛 那這個原點是什麼 就是藍綠對解 這8票 就是我們先前討論 再三講的 就是8票廢票嘛 真的廢票了 那廢票他不投嘛 他投自己嘛 我們這是新政治 不對 不被藍綠綁架 所以你看民眾黨 說法也很怪嘛 他講民進黨 他可以講出100條理由 老柯很壞啦 蔡其昌跟尤其空過去沒改革啦 怎麼失色刑堂啦 對啦 整篇新聞稿 三分之二時間都在講民進黨 那結果他三分之一的部分 講國民黨 那國民黨他可以罵誰 沒有人可以罵嘛 所以顯然 這是唯一的原因是什麼 唯一原因就是被老柯哈住了 就是被哈住了 老柯三言兩語 就打發掉你們幾個矛頭小鬼 給幾個糖果 拿幾個棍子 手在剛剛舉起來 就嚇到全部都鎖回去了 柯建民是這樣嘛 所以柯建民都還沒有把棍子拿起來 是嘴巴張揚兩句 就縮回去 對 嘴巴張開 然後話都還講不太清楚 之後 然後民眾黨怎麼樣 全部退縮了 為什麼 因為他直接給你訂毛嘛 說你黃國昌 你就去當小藍 你民眾黨你就變小藍 柯建民關鍵就是一句話這個 你不投你支持他 你就是小藍嘛 對不對 那問題是民眾黨 他的反擊跟回應是什麼 顯得薄弱 民眾黨開始講了 你民進黨也是小藍 你也是這個投函的 民眾黨開始在超熱話 你到底有沒有用 沒有用 因為你已經 因為廢票就是廢票 你已經廢了 廢八票 你已經廢了給我們看 八家鄉就是八家鄉 八家鄉就是八家鄉 那好 你說那時候 國民黨為什麼會緊張 因為現在立法院的票數 只剩下105票 就54對51嘛 那這才是柯建民要的主戰場嘛 所以打到了最後一天 終於到了柯建民 想要看到的局面 就是民眾黨滾蛋 無用的八票有沒有成真 柯建民一語成真 他讓他真的變沒有用了 沒有用之後 然後好 54對51 其實只要跑兩票就輸了 對 所以國民黨今天設下了天羅帝王 來我跟各位報告 國民黨現在的總召是誰 傅崑崎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未來這54個 通通竄竄起來 將分為六組 六組投票 那每一組是九個人 你說分組要幹嘛 因為他有小組長 小組長要開始 每一個委員蓋好之後 小組長要付出驗票 就是說我事前就要先看過了 比如說你裡面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蓋錯 有沒有貓膩 而且這54個委員 通通都要投在哪裡 同一個票鬼 你知道國民黨多緊張嗎 嚇死了 就是為了嚴防 有任何跑票的可能性 可是真的有傳出有四票要跑嗎 而且連人民都出來了 而且為什麼擔這麼擔心 因為朱立倫打電話找不到人 因為我跟你講國民黨結構是這樣 他點名中有幾個啦 第一個 就是我們一直在討論的 有司法官說疑慮的 為什麼 我身上一大堆案子耶 每天要去跑法院 跟跑三點半一樣 對不對 你如果說給我這個少爺 阿姊阿姊 柯建民作為哈人家 我會不會害怕 會害怕 我會不會Q起來 當然會嘛 這是第一位 再第二個呢叫做什麼 新科委員 新科委員 新科菜鳥沒經驗嘛 菜鳥為什麼沒經驗在於哪裡 好操控 所以點名下來 原本統計是四個 但我敢講坦白的 其中一個現在應該已經不存在了 是嗎 因為那個人現在叫做總召 傅崑崎 傅崑崎不會跑了 因為傅崑崎為什麼要講這麼重的話 因為這是他生死融入之戰嘛 我今任當任總召喔 賴士寶讓給我 請問這一仗輸了 他總召還當不當下去 當不下去了 馬上二月一號現場辭職 等於說當一天總召馬上辭職 所以傅崑崎很緊張嘛 他們甚至嚴格到什麼地步 是不是有外島的人 因為現在的問題 保德哥 我剛才講那個講法 已經沒有跑票的可能性了嘛 你說那這樣怎麼還能夠 對啊 還有什麼搞事情 不是有的時候是 我既然要跑 我還怕你知道嗎 二月陣陣的時候 張進成連自己的名字 都給你寫上去 對現在的問題 是多一個小組長啊 你票給他亂幹 他把你票拿去丟出來 再來一張 真的可以這樣嗎 這就是要強迫你一定要兆頭嘛 而且都要量票嘛 對不對 但是我講了 現在最大問題是這樣的 怕沒來 那你人沒來 你能拿怎麼辦 你說沒來試通跑票 欸我遇到車禍 欸我媽生病 欸我家裡出狀況 欸我飛機霧點 所以你看喔 傅崑奇為什麼講 沒出席就試通跑票 這個才是遊戲真正的關鍵嘛 所以民進黨現在要的 他一定要拉掉三個 因為他不是叫你投給我 是叫你不要來 不可能投給民進黨 沒有這種操作可能性 唯有可能性就是不要來 國民黨的天羅地王又再布一層 所有在外島的委員 都得要給我兩天錢 就待在台灣洞都不准 兩天錢就要在台灣了 就把你鎖住嘛 鎖票 那你想說那本島都不會不來 所以藍綠才是真正的戰爭 而民眾黨只是在打嘴炮 老闆哥我問一下 我剛剛談論到的這些東西 是不是需要長時間的 先事前規劃 當然要規劃 這當然早就把他們當被票了 根本沒辦法當一回事 如果說有民眾黨的話 你說國民黨幹嘛 國民黨早就 欸等一下 藍綠兩黨早就已經 看透明鏡當民眾黨了 別人校科太瘋癲了 其實是他自己看不穿 看不穿 而且保陵哥有一個美教 今天立法院 你知道2月1號重點在哪裡嗎 他是報到日嗎 對 你今天一個立委要走紅地毯 要報到能不來嗎 當然要來 所以人只要一到報到瞬間 全部都靠起來嘛 會有人負責叮人 進到KK園區一樣 全部把你鎖住 不讓你出去了嘛 只要你投完票為止 我才讓你跑嘛 而且每一個責任組長 其中傅崑騎單槓角色 我們是不是講到有3票可能會跑 其中好幾個都在他的選區裡面 對不對 就是說好幾個都在他的 責任分配裡面 這種跑票的事情別人不懂 傅崑騎一定懂 欸對嘛 他搞不好自己就想說 我原先要怎麼做 怎麼樣跑 怎麼樣弄怎麼樣玩 我都知道 你休想別我跑 因為這是跟我攸關的這種 榮譽生存之戰 這一場關鍵的勝敗 就是在自家人裡面 根本沒有優異的空間 好 田北 你貴城在國安單位工作 欸我們執政黨 真的有執政優勢 而這個執政優勢 根本不是說 我們在立法院幾票幾票的問題 是會有一個非常恐怖的 情緒司法系統 你不要以為說 政府只有行政立法而已啊 政府還有司法監察跟考試啊 那司法特別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我們知道 在立法院當中很多立委 特別是區議立委 背後來講 不知道官司到底有多少 你看今天朱一輪講那個話的意思 就是說 你真的不要被官司嚇到 那為什麼要盯這些人 因為你如果官司還有很多的問題 就是錢的問題 因為區議立委在選舉的時候 都要花很多錢 那是不是有說 金錢上面的往來的問題 再來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 女人的問題 你看喔 之前趙天寧 不是被放出很多照片嗎 那國安單位當中 有很多情緒系統 他們都有 手上都有 而且這些東西全部都在局長 國安局長的桌上 全部都有 我們所有的政治人物的 相關黑檔案黑資料 那邊都有一份喔 也就是說他什麼時候放出來 什麼時候不放出來 那是由什麼 由執政黨來決定嘛 那執政黨是誰 目前是民進黨的執政黨 所以其實老科 基本上老神在在 為什麼 因為他有太多工具 可以去使用了 那今天來講 我認為喔 不只是國民黨 你民眾黨內部來講 那些人也說不定 也有一些暗敵的人在裡面 也不一定 所以我當然不是說 這八票一定是什麼 一定 他們你看到時候投票的時候 你說跑票不是國民黨跑 民眾黨都可能跑 有可能喔 你知道這兩邊來講的話 其實喔 在老科的運籌為問題 但民進黨這邊先不用 因為他基本上這邊是團結的 所以國民黨跟民眾黨那邊來講 裡面有哪些人是可以挖出來的 所以大家現在 你把聚會力 全部都集中到國民黨去對不對 但是忘了民眾黨這邊 民眾黨這八票來到都是沒有問題的嗎 也就是說他們都是團進真的會團進團出的嗎 會不會有可能有一些 在最後來講也是一樣的概念 就可能比如說就是會投不同的政黨 或者是說可能就是不來投票 那當然國民黨裡面更麻煩 因為國民黨裡面的區立委特別多 所以這些區立委 當然部分區立委沒有人不敢聽朱立倫的話 但是區立委呢各自選區要顧啊 各自未來的前景要顧啊 以後這些區立委以後都是可能去選縣市長的不是嗎 所以我們說其實政府的單位有很多人的手段 可以逼迫這些人就範 好董事長 看到今天一開始說民眾黨 我們要不是自己投自己 我們推出一個候選人 我們要給黃珊珊 我們八票都給投給黃珊珊 那柯文哲也講我不要當小藍 我也不要當小綠 我自己提黃珊珊 就是我要解決藍綠兩極對抗的局面 話說得很漂亮 可是為什麼越走下去 今天被定調是 你根本就承認你這八票是廢票 而且整個局一走完了以後 民眾黨更不被信任了 八票在立法院裡面的角色 他攜帶叫做關鍵少數 對 關鍵少數的關鍵是怎麼形成呢 就是他要去參加 他要參戰 要玩牌局 他參與牌局 他變成槓桿 他那個砝碼放左放右 對 影響結果 那個叫做關鍵嘛 他現在這個等於不參加嘛 不參加當然就變成只剩下少數 對 而不是關鍵嘛 如果按他這個說法 他不關鍵了 那第二輪的時候 你要注意看 今天民進黨的黨主席總統 當選人賴清德講一句話 對 說明天希望民眾黨這八票 在第二輪投票的時候 投給比較好的參選人 這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就是賴清德跟民眾黨要票啊 然後你看到柯建平現在在酸他 對 你看到林俊憲現在在罵他 對 林俊憲在罵他是在幫這個 國民黨拉票還是幫民進黨拉票 他們還是去耍嘴皮子 對 都不是嘛 柯建平跟林俊憲跟賴清德三個人的口徑 好像不太一致 對 但是目標是一致 一個我要你的票 一個我要把你罵跑掉 對 看起來是這樣 對 但其實結果就是跟你要票 就是跟你投票嘛 簡單說 賴清德自己都講了嘛 第二輪投給比較好的候選人嘛 對不對 賴清德就是公開給你民眾黨要票嘛 第三點 你有沒有參加過民眾黨黨內初選 你有沒有看過 沒有 你沒有看過啊 沒有 我告訴你啊 在當場在投票箱前面在喬票 因為民眾民進黨的規定啊 第一輪黨代表投進去投出中央委員 對不對 第二輪投中常委 對 中間休息一個小時 那個小時在幹什麼 喬 最後在喬 喬到買啊 搞啊 喬灌都來的啊 會不會改變結果 當然會改變結果啊 所以我講了什麼概念 民進黨在投票前 就是那個第二輪投票前的幾分鐘 都不會停止在喬這個事情了 喬到最後一秒鐘 當然嘛 民進黨的習慣就是 幹到最後一秒鐘 絕不放棄 我跟你講很坦白 我看以前我在美帝島西的時候 貶系的人我是不可能被買的對象喔 我覺得我沒有票 對啊 可是這個我可以處理這個事情啊 我看這個是貶系的大將來跟我撕下來 要來幫我逼耶 鐵針頭要出來幫我逼耶 我們當時笑笑就走開了嘛 我告訴你民進黨的習慣 他沒有到最後投票前那一秒鐘 他不會放棄的 他絕不會放棄喬任何每一個人 什麼怪招都會用出來 你看用花錢最小的事情 官司當然喬 還有什麼我跟你講 所以朱立倫今天才會嚇成這個樣子 那你剛剛還有大家在談說 什麼先報到啦 到時候要監票啦 然後要量票啦 有沒有用 沒用 當然沒用啊 你不要去跑的時候 就跟你說出來跟你拼 對啊 我跟你說出來跟你拼的 等一秒鐘我跟你拼 你躺的時候就跟你拼下去了 那就煩了嘛 對 因為你如果說你確定這個 八票已經不在的話 那個東西當然有很多管道 開始運作了嘛 運作真的是今天運作嘛 所以你聽說 今天柯建民 為什麼今天這個訊息 在今天傳出來 這個訊息傳出來 就是我要確定 你民眾黨確定 你要吃八票投給自己 你八票不會留給韓國瑜 然後民進黨的大軍 就開始動起來了 那我問你第四點 我問你第四點 你認為柯建民講這個話 是他真的相信 篤定說明天不會有意外 八票已經投給黃珊珊嗎 柯文哲最厲害是什麼地方 一個是騙一個是騙 有人講說他叫滾動式決策 當然滾動式是 今天滾的跟明天滾的不一樣 他也是被喬的對象 他也在喬 他跟別人在喬 他也是揹著算盤 在跟人家幹的嘛 柯文哲大事不敢幹 小事他敢幹的 然後他說 我覺得很簡單 我分戰式投票可不可以 最後他跟他講說 我這個五票給你啦 他會變嘛 第二輪他可以變嘛 第二輪他可以有怪招會出來 對 第二輪賴清德發言 他說賴清德關鍵 第二輪要投給比較好的候選人 這句話什麼意思嘛 當然在動嘛 沒有在動他 但是你居然講話幹嘛 對 居然瘋了 他跟你講的意思是說 你講對一個關鍵 均無細言 他如果今天講的這句話 明天還輸了 那不就丟臉了吧 誰輸了嗎 不知道 我聽說 不會輸啊 他代表他是有什麼把握 才敢講這種話的 他在爭取 他的態度沒有改變 今天我們大家都在講 其他人我們在這個節目上面 談什麼 談八票比已經廢票嘛 我現在告訴你不一定嘛 柯建民 柯文哲講話你能相信嗎 柯文哲講話不能相信嘛 八票一定廢票嗎 不一定嘛 明天三票廢票可不可以 他被拆開來幹可不可以 柯文哲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但是如果明天是因為他這個八票 而立法院變成了這樣 民進黨贏掉的話 他民眾黨 他這個民眾黨都掛掉了 你知道嗎 他以後怎麼辦啊 對 他本身還要想去 想去有核中保台 對 他的小草怎麼交代 所有的小草看到就是 你的民眾黨今天為什麼會到成立 或有今天的力量 就是你敢跟民進黨幹嘛 對 你比國民黨的戰力強 我才把那個票投給你 結果你千萬不要幫民進黨忙 去拿到立法院的席次 你要混個屁啊 2026還要混啊 沒得混了嘛 就知道說你是一個 沒有膽量的一個咖而已嘛 對 剛剛講的今天確定說 民眾黨 剛剛講的我不會去投給這個 游錫坤 我也不會投給這個韓國瑜 我投給自己 當然對國民黨來講 好像按住國民黨 所以我們看到早上副會計很高興 可是真的高興了太早嗎 而且你也同意這個吳董講的 他們隨時會翻水嗎 我不知道游錫坤跟韓國瑜 今天早上看到這個記者會 心裡是怎麼樣 我看到以後我覺得是很不舒服 不舒服 對 那你們前面都在玩什麼呢 先開四個考題 來 作答 想要爭取我的支持就作答 然後接著又說 想要爭取我的支持 來黨團拜會我們 來跟我們說明 大家都做了 以後 昨天晚上陳自然 還在政論節目上打分數 看起來韓國瑜是比較有誠意 演到最後一刻 今天早上 不好意思 我誰都不要投 我要投我們自己人 那所以你前面在幹嘛呢 什麼叫關鍵的力量 關鍵力量你就是可以決定誰當選 結果你現在還是放任給藍綠自己去角力 讓民進黨的司法的力量 或是各種的力量進來干擾國會的選舉 那你怎麼會是關鍵力量 好啦 這也是關鍵力量 讓民進黨可以動用其他的力量進來 所以你也給力量有其他力量會進來 當然啦 這一波的整個民進黨的操盤 之前尤錫坤像個傻大個兒一樣 在節目說 我不知道耶 那個賴清德說 叫我給柯建民去操盤 尤錫坤自己要選的人 他完全不知道民進黨要怎麼去運作 全部都是老柯在那邊操盤 老柯怎麼操盤呢 操盤有兩種 第一個是幫尤錫坤多拉到支持者 第二個是讓別人不去投韓國瑜 選舉 政府議長選舉 就是有這種兩種方式 大家還記得 以前地方的政府議長選舉 光怪陸禮的現象很多 把人家壓上車的說 沒關係 你不用投了沒關係 不過你不要去投那個 你就不要去投這一局你不要玩 這種過去前不久才發生嘛 押上車以後 投票前集體去度假 把關鍵的票數押上車說 沒關係我知道你沒有辦法投我 可是你也不要去投他 為什麼 因為一票一票把對方挖走 一票一票讓對方不投票 這也是一種選舉策略嘛 那本來民眾黨 他發票應該是支持誰 說真的 以國會監督的角色來看 你當然是要監督的力量 是一大化嘛 我之前就在說過 立法委員只有三種角色 監督者 護航者跟擺爛者 那大家覺得今天民眾黨 他這種角色到底監督了誰 沒有嘛 他不投給任何人嘛 他有沒有護航誰 他說我也沒有護航啊 沒錯 你就是擺爛者 因為這三種啊 你可以想出第四種角色嘛 沒有 所以第一個 前面把大家繞著團團轉 誰最開心 柯文哲最開心啊 黨主席每天到黨團來秀村長 我很少看到黨主席跑去 需要一天到晚跑去 去立法院黨團 不然我要補充一下 在各個我們以前都長期來講 立法院黨團是有非常高的自主性 對 照一講你不要說什麼總統啦 黨主席啦 基本上這個手是不可以 隨便伸到立法院黨團 你樣子都要做出來 沒有人像柯文哲是每天去的啦 對 而且還要做工作讓人家追 讓人家拍喔 所以整個演很大以後 然後完全落入了民進黨最想要的 就是 8票不要去支持國民黨 你覺得這個真的是柯文哲 柯建民最早的想像 對啊 他不是自己也說了嗎 我不是最早說了嗎 他們會投給自己 所以不就是一切都按照柯建民的劇本 他操盤的整個手法 我今天看到這個 我整個這個陰謀論跟 之前很多這個情節 我都覺得想起很多老故事 柯建民跟柯文哲 本來就認識得很早 而且早期他們是非常好的朋友 對 大家如果記得2014年 柯文哲第一次選舉 那時候不是有一個 三億男的這個官司嗎 對 說郭台銘是三億男 柯文哲去見這個郭台銘等等的 那時候柯文哲說什麼 原來帶他去認識郭台銘的人 柯建民 所以他們兩個其實是交情很好 而且很熟的 所以這一波到現在 到底是真罵跟假罵 我現在已經搞不清楚了 我只知道整個劇情的發展 是往柯建民原本設想那個劇本 對啊 我原本就說了 我最早說的嘛 發票投自己 對 那當然國民黨自己 如果有不爭氣的 我之前也有擔心過這件事 是不是有人會被用司法 恫嚇 不管是威嚇或者是說 不要這樣我幫你辦 我幫你講 因為很多立委他其實都會怕麻煩的 那如果國民黨自己有這種 不中用的情況底下 我們也是真的沒辦法 但是我只能說民眾黨玩太大了 玩太大 每一次都這樣玩 之前藍白在談合的時候也是這樣 可以很多藍營的支持者 有一個想像的空間說 其實民眾黨有可能會支持國民黨 完成政黨輪替 所以那時候很多 不管是藍營的企業家 或是藍營的這個民眾 其實那時候對柯文哲 是非常有認同感跟好感的 因為大家都一直想把他們摳在一起 等他所有的聲量都賺完了以後 他說沒有啦我要自己選 不就跟現在一樣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就派到點了這個政黨 我們常常聽出來周邊有誰被騙了 台灣的騙者非常的狠行 跟你搞不清楚怎麼會有人上當呢 我今天看到了國民黨民進黨 今天跑到了民眾黨的黨台去後 我看懂了 你明明知道裡面有陷阱 你明明知道裡面是毒藥 結果一點點的貪念 你還是上鉤了 而且上鉤之後 尤錫坤真的是滿身健傷 抱歉你知道台灣非常多詐騙集團 我們在政治圈裡面來說 民眾黨說的話你敢相信嗎 我不敢啊 抱歉你看從之前的這個藍白河的過程 六點聲明然後正負三八 吵了一大堆 而且講過話他可以完全撕毀 所以當成我沒有說過這句話 最新的一個意思是說團進團出 我今天看了我也傻眼 你連你都傻眼了 團進團出 我們的理解就是發票要投給誰 沒錯 就他們現在新的第一 我們不一定發票要投給誰 可以幾票投給誰 幾票投給誰 這個也是團進團出 我聽了當然昏倒 那當然 詐騙集團 我們都民眾黨講話 真的跟詐騙集團 沒什麼兩樣 他說的話沒有一句可以相信 可是問題是我們明明知道 他這一次立法院選舉 他就是設了一個局 你看 設個局就是說 我們八票 團進團出用這樣來框你 那麼來框你之後 還說我們四項堅持 然後還什麼單一招偉 這些事情 你來 大家都知道說這是一場騙局 可是民眾 國民黨跟民進黨 都去了之後 抱歉 這個游錫坤跟韓國瑜 出現了截然不同的下場 怎樣截然不同的下場 現在游錫坤被大家罵爆了 罵爆了 你明明知道這個 詐騙的這個案子 可能你說的話不能夠相信 可是這樣 游錫坤為什麼被罵爆 抱歉 你看詐騙集團 你聽他的話就算了 你還把身家性命押給他 你的投名狀都寫了 他還丟了這個投名狀 說我贊成你的單一招偉 還有你的這個聲明 抱歉 這被人家罵爆 你向詐騙集團示好 而且思考之後他會投給你們 他也不見得投給你 所以現在本意是被罵爆 被罵爆之後他還說什麼 既然承認就要勇敢 然後既然附中就要忍辱 又講第二次 再被罵爆 所以大家現在完全把游錫坤 罵得狗血淋頭 瑞德講過很多次 現在在綠營裡面討厭白鷹是主流意識 對 你去跟人家白鷹打交道也就算 你等一下去跟人家打交道 是 你不但沒有站上風 對 你還被徹底的欺負了 對 我跟你講被詐騙就算 你還把你的身家性命 載給他 那當然你會死得非常難看嘛 好 那我們就講 為什麼韓國瑜沒有事情 因為韓國瑜從頭到尾就知道 你這一拔 這一拔戲嘛 你看跟詐騙集團 要怎麼跟他應對 你知道嗎 你就跟他陪他演戲 他演演就演 但是我真正的東西全部不給你 我可以跟你聊很久 沒有 都沒有 但是我真正的東西 我就是不給你 你看韓國瑜從頭到尾說 他有說出我要承握什麼東西 沒有嗎 從頭到尾都沒有說什麼 然後他還在那邊演 公開場的他就演了說 我們跟你買那裡不承認意在 然後跟你報了兩次 你感覺你為什麼 原本你要騙人的 或者要匡人家進來的 反而韓國瑜匡住你了 以後你韓國瘡 你怎麼去罵韓國瘟 不能罵了嗎 人家跟你報了兩次 你怎麼去跟他罵 都報在一起了 所以你知道這一次最大的贏家 反而變成韓國瘟 他演出戲之後 反而演出他框出了這個民眾黨 但是受傷最重要的是游錫坤 因為他太在意這個 立法院院長這個位置之後 把很多東西都拿出去之後 現在反而人家要不投給你 現在民眾黨的最新決議是說 他們還沒有決定要投給你 還沒決定 而且他們搞不好會自推候選人 游錫坤你都已經把自己賣了 你不再賣了 你還寫下這個黑紙 白紙黑字 連你的簽名 把蔡奇藏都簽了 簽了以後 你的四點協議裡面 連單一招委 這個民進黨極力反對 你都先上去 後來當然講 那是個人意見 那不是脫面吃開嗎 就沒有想到 炸鍋了 對 而且民眾黨現在說 我們還自推院長候選人 從頭到尾 你看就是一個詐騙案子 那你看 你看水牛柏第一天臉書 就是他講的 什麼政黨利益擺兩旁 然後國家利益擺中間 這個文章 下面全部都被罵 你可以看到 大家都在罵他 什麼丟人現眼 然後什麼沒骨氣 看不下去 把我政黨票還來 你看 傻爛 而且直接講 你別做夢了 你選不上的 乖乖退吧 都已經叫他退的聲音都出來了 所以事實上第一篇發文被罵爆 那第二篇發文被罵爆之後 第二篇發文 他既然承擔就因愛勇敢 既然附中就要忍辱 然後又把單一招委這個 再講出來 結果沒想到大家又把他罵了一頓 沒有個人退了 辭了他有 我覺得這件事情 你沒有個人身份 大家全部把他罵了一頓 沒想到有這麼戀戰權位 可惡 甚至他把他點名說 請遵守鄉親陳定然 還有林義雄的道德勇氣 所以現在 大家全部都把他罵爆 所以也就是說 游錫坤 他為了要這個所謂 递出同名狀 弄白紙黑字的這個聲明 出去之後 不說還好 一說出去之後 他整個在綠營的聲望 極速大跌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就知道你跟詐騙集團打交道 是多不不要大的風險 對 你如果被賣掉 對 虛骨無存 而且我覺得跟詐騙集團 你要學學韓國語 你看韓國語去的時候 他就知道說 啊 就是 所以你看他一看你說 啊我們絕對不會把民眾黨當空氣 我們會把他當成氧氣 對你看 你說 對 要唬爛 對 而且要唬爛到底 是就是陪他演戲 他要演我就跟你演 而且我演得比你更誇張 你看 你看你們不是空氣你們是氧氣 然後另外還說什麼 我們在這個溝通了什麼 國會的改革 問通你們在裡面講什麼 講得非常多 然後講了 你看我們十個立法委員 就是同班同學 然後若干年後 我們有一天會離開立法院 回想這一段 既甜蜜又緊張又刺激 又幫老百姓滿足很多需求 又帶動國會改革 真的非常非常快樂的一件事 而且他從頭到尾有講什麼事嗎 沒有 就是跟你在那邊唬爛 跟你在那邊哈啦 甜蜜緊張又刺激 對 什麼叫做甜蜜緊張又刺激 然後同班同學 不是空氣是氧氣 然後有講什麼嗎 沒有講什麼 他從頭到尾沒有說什麼 沒有說什麼 哎四項承諾什麼 他們都沒有說 他就發了一個我贊成你的意見 這樣 所以他理智他根本沒有失 那反而他演了一出戲你看 他抱住了黃國昌 而且跟他抱了兩次 抱了兩次 你看黃國昌這種笑容 大家從來沒看過 結果現在反而是 黃國昌被罵爆 黃國昌被罵爆 對現在變成這樣 爛魚充數 就是他的這個梗圖一大堆都出現了 你看抱在一起的時候 很多人就出來罵他 而且用他當初你看 黃國昌什麼 你看請誠實不要再說謊 韓國瑜請誠實不要再說謊 而且絕不放過韓國瑜 黃國昌霸氣 腐敗政治必須徹底掃蕩乾淨 對所以你看事實上 大家竟然都翻出 你黃韓國瑜最訓練 你怎麼 這個被黃國昌怎麼罵的 黃國昌罵你罵了什麼 就應該抱在一起 所以你是說 昨天那一場會變 兩場會變刀光皆贏 所以你就知道誰是最大贏家 韓國瑜果然厲害 他這個全身就是充滿 你這個味道我要怎麼跟你演 我演到最後 我完全勝利 你看 我想最後的這個螢幕裡面來說 其實韓國瑜是有點雄爆上去的 所以你說 放打老虎其實是什麼 是的 韓國瑜碰到蔡英文他沒折 可是韓國瑜碰到黃國昌 對 碰到柯文哲 綽綽有餘 對這種詐騙 騙子要對忽悠的人來治 對沒錯 詐騙幾段的話 就是要用會演戲的方式 來跟他忽悠 忽悠他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你看事實上你看 連柯建銘都說 韓國瑜抱起這個黃國昌那一步是千古傳奇 的確 今天大家就在討論說 原來韓國黃國昌這麼太逆譜了 碰到這種騙子 你要不然就像柯建銘一樣 按照蔣英文的三步 不接觸不坦白不妥協 對 要不然就是像韓國瑜這樣的 對 我比你更爽了 對沒錯 我跟你講遇到詐騙去 詐騙電話 我們的法則通常是這樣 就直接掛電話 那就是柯建銘的做法 另外一種就是你陪他玩 他會掛電話 為什麼你浪費他太多時間 現在韓國瑜就是用這一招 在對付民眾黨 好 所以董事長 沒有想到 兩場不同的會面 出現這麼妙的結果 而且我真的 你以前一直講說 民眾黨是詐騙行程 我還講這真的假的 把團進團出 都還可以解釋說 我們團進都是一起進 但投給誰 自己選擇 柯建銘太沒有幽默感了 這個韓國瑜昨天那個爆 根本不是到爆的程度 快到舔上去的程度 舔到底 這塊舔 那個人 把那個華鍋湯搞 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所以這個就是韓國瑜的功夫 韓國瑜就厲害在這個地方嗎 他是苦難大師 苦難大師 他是扯蛋 扯蛋專家 就這麼簡單 就天下就 台灣就出一個韓國瑜 我看完那個結果 真的 台灣的民生是有福氣 你知道嗎 還好沒有給他當選總統 嚇死了 這個他當選總統 台灣那麼厲害 那個台灣海峽 整個島要沉到海底去了 這個就是大腐爛 以後的立法院 每天都有好事 可是他剛好 治了黃國瑜 治了民眾的 韓國瑜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你這一筆 你看了沒有 尤其會緊張成這個樣子 又是承擔 又是忍辱 又是負重 又是拜託之類 這黑輸並鬆輸 這是個高興快樂的事情 你去找民眾黨 你希望他怎麼樣 希望他給你承諾 他給你簽字 當然不可能 簽字就怎麼樣 簽字照樣跳票嘛 民眾黨就是詐騙集團 對不對 明明你就跟詐騙集團打交道 他不可能投給你民進黨 不可能嗎 當然是嘛 明天保證是去 當國民黨的側翼 可是他不是講說 我還沒有做任何決定嗎 那個是胡說八道嘛 這些人講話有用嗎 只有一個人講話有用嗎 柯P 柯P有出現嗎 沒有 柯P今天到處在外面打混嘛 他根本不管這個事情 已經定調了嘛 這個就是把它戲劇張力搞到最大 然後每天搶新聞還是一樣啊 流量嘛 就是流量 大家不要被他騙了吧 那些全部都看穿了 你看到賴清德的做法非常清楚 很輕 很簡單 他講了兩個字 不准上KTV嘛 然後不准了 然後要青年嘛 那這些事情 他定調以後 他就不會跟民進黨 不會跟民眾黨談任何條件 我要跟你青年怎麼跟你談條件 所以沒有條件可談 所以民眾黨自己演了半天 明天一定是最後全劇中 他投票投完 整個就完蛋了嘛 因為我們本來很擔心啊 擔心什麼你知道嗎 擔心什麼 擔心國民黨去放條件給民眾黨 現在搞了半天 他只給他一個告訴你說你是氧氣 對不對 你是氧氣的 什麼都沒有 還有買賣不成人意戰 對 他跟你講 所以他不會有條件放出去 他也知道他不能放條件 因為那個條件要放是誰放 是傅崑琦最後要放 所以最後要談 最後要談 趙偉 傅崑琦談啊 所以他這個整個都是唬爛 唬爛完了明天看你怎麼投 隨便你 他很簡單 他很清楚 他比任何人還要了解 柯P是什麼貨色 所以這一次 徹底把黃國昌毀掉了 毀了 黃國昌毀了 黃國昌不是一個小弟嗎 對不對 就隨時可以把他抱抱 把他拿來撥一撥一撥 就是這種的 長得漂漂亮亮亮的 對 那他有時候還行 你還想當保護部長 還不行嗎 不 算了 算了 怎麼會被韓國瑜爆一下 有這麼嚴重嗎 韓國瑜爆他那個樣子就是很簡單 然後全劇整個演的過程 包括黃珊珊很認真的 跟他講說你們不要罵我好不好 黃珊珊也跟他耍鬧了嘛 跟拜託他 我如果沒有要答應給你院長 我敢給你拜託你 請你國民黨不要罵我嗎 但我一定是要此心這個已定 所以我要跟你講 你們可不可以 我給你當院長你不要罵我嗎 結果他回答得更妙嘛 我被 被黃珊珊罵你辛苦了 你辛苦了嘛 對不對 他想這個罵被活該被罵 他厲害不厲害 是喔 他當然是活該被罵 那以外是你活該被罵 當然是活該被罵 就像我被黃珊珊罵也活該了 就認了 那你有黃珊珊罵他他無感嗎 你當然有感啊 當然有感啊 他說氣得清清楚楚 我罵他草包他去恨我一輩子了 對不對 所以我也不會去找他對不對 大概才無告罪無了 這很簡單的事情呢 你現在跑來跟我講 來講國民黨罵你 那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並沒有說 談到實質談判 但是那個喔 我看開口大小孩就出來了嘛 就是高下立判嘛 就是你今天就是黃國昌 跟這個黃珊珊 就準備要投給我了嘛 可是你話又長得 在那個要投不投的過程當中 你突然間插一個很私人的一個請託嘛 這個請託就是要表示你都 這整個表現過程當中 民眾黨就是碰到韓國瑜之後 他們那幾招怪招通通沒轍 因為什麼 韓國瑜他有一個 因為韓國瑜他有一個先天的護身符 你知道什麼護身符嗎 什麼護身符 草包 因為你們跟我講 你說我都聽不到啦 什麼什麼單一 什麼單一制度 什麼四個改革 講到一些東西他聽不聽得懂 他通通聽不懂 他是草包 他為什麼要跟你談這個 所以碰到草包 你那幾個 他們那個原來準備了一些 什麼孫子兵法什麼戰法 通通不靈光 氧氣 你不是口氣 你是氧氣 還被緊張刺激又充滿了感情 你再跟他扯 扯到後來跟你講說 台獨比梅獨更可怕 台獨跟梅獨可以比在一起 所以我跟你講 他的好處就是 他是草包 你跟他談任何改革方案 他通通聽不懂 所以這要只是抱一抱算 對不對 然後也沒有什麼密室協商 通通沒有 好 慧神 說這麼嚴重嗎 不就這樣子抱一下子 結果黃國瑜就變 咒死之地了 我跟你講我從現在開始 我真的從內心裡面 開始對韓國瑜改觀 什麼叫改觀 連你都改觀了 真的我現在非常佩服他 你知道嗎 他這一招有多厲害 以前在2019年的時候 哇塞 黃國昌是把韓國瑜罵多難聽 我還特別把文章找出來 他說 這是腐敗的政治 你韓國瑜跟李嘉芬 你們兩個 利用立委跟議員的職權 動用國家的機器 特權牟利 然後幫你岳父土利 哇塞 然後結果後來他罵了這一大段之後 那時候韓國瑜就很生氣 2020年的8月4號 叫律師去告他 然後去告他完之後呢 結果黃國昌就在影線看到 有沒有 當時是實在力量的黃國昌 要記得這一幕喔 要記得這一幕喔 不要再說謊了 嘿嘿 現在這一幕實在力量的黃國昌喔 結果後來那個韓國瑜就告他之後 黃國昌又再次呢 在他臉書上寫說 你真的是 爛右爛處啊 就是說這個有什麼好告 你這麼告不已 你有所出來辯論啊 出來辯論啊 結果後來韓國瑜一樣不理他嘛 結果後來隔了2021年之後 整個簽結就沒這回事 問題是沒有這回事 你當時的態度 是我是朋哥 你是奧來的 然後罵韓國瑜 你奧來的給朋哥 朋哥跟奧來的 結果現在 奧來的去沒有朋哥 朋哥馬上變奧來的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下 朋哥也奧來的 你以前嫌我髒的耶 然後所以我覺得這超厲害 你以前是瞧不起我的 你以前是嫌我髒的 你以前覺得我是見不得人的 結果呢 我們兩個 所以你說還不已是故意的 當然是故意的啊 記不記得 我剛剛提到當時是十 你看 整個啊 你嚇壞 嚇壞了 你是多棒 對 就是這樣一幕 這個為什麼叫做千古傳奇的畫面 我個人都 我個人也覺得是 他根本不需要跟你韓國 黃國昌在辯論 他根本不需要跟你搭小聲 我只要透過這樣一個擁抱 告訴你 你是一樣 一樣的 對 我們兩個都一樣 你沒比較胖 我沒比較吵 你沒比較優秀 我也沒比較 你不是朋哥 我也不是奧來的 就是這樣 一個畫面 把所有事情都倒進 所以我那時候 看到這畫面的時候 我真的下巴快掉下來 後來我朋友就跟我說 你要記得 你剛剛錯過 我說我剛剛錯過了什麼 他就告訴我 他就傳過一個畫面 就是說他們那時候 要進去的時候 然後黃國昌引入嘛 結果他們那個 國民黨在三樓 然後時代力量在二樓 他們會牽進過時代力量 結果後來那個韓國瑜 我覺得他是故意的 他在時代力量 那個 他的辦公室門口 還稍微晃了一下 看了一下時代力量的招牌 然後黃國昌就把他說 往上 往上這一層 那什麼意思 我黃國昌已經更上一層樓了 時代力量已經變成時代眼淚了 昨日黃花了 換句話說 時代力量的黃國昌 當時是用高姿態 來道德譴責你 韓國瑜 結果現在更上一層樓的黃國昌 然後帶著就是民眾黨 然後帶著那個韓國瑜 上去之後 但事實上透過那個擁抱 反而告訴全世界的人 你不是捧狗 我也不是奧利亞 我們兩個是一丘之合 所以雨萱 這個 今天碰到了這個 所謂的詐騙集團 今天我都沒有想到 團進團出 可以做這樣的解釋 你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簽了6.7 我可以反悔 為什麼跟你講 你只要學過一點點的統計 你只要對民調有一點點認識 所謂的在誤差範圍內 是正負3 正負3之內 他可以跟你講6 然後講的臉不紅氣不喘 然後全黨上下一致 如果你連團進團出都可以拗 你還有什麼不能拗的 寶傑哥你會問這個 代表你還不夠了解 詐騙集團的本質嗎 我還不了解 詐騙集團要的是什麼 要什麼 錢嘛 他其他人哪管你啊 他說一套做一套 但我再問第二件事情 請問詐騙集團 騙到你一次前就會罷休了嗎 不會 他會在幹嘛 繼續騙 繼續騙 加碼騙 開始掰新的 從警察局 掰到金管會 掰到這個銀行 反正呢 只要你還有錢 他會幹嘛 想盡辦法把你炸出來 吐出來嘛 所以你看你回顧過往就懂了嘛 最早最早 不是六點聲明喔 最早是什麼 四點聲明 朱立倫跟托文哲簽的嘛 結果有沒有被騙 被騙了 被騙了 然後大幅度選票流失 他要的就是錢嘛 要的就是票嘛 騙到你之後再來繼續跟你玩 跟你談什麼 談全民調 結果後來有沒有照全民調去走 沒有 對沒有嘛 六點聲明切得清清楚楚 結果跟你一樣 照樣跟你反悔 開始跟你討論什麼 正負三 跟你浪六趴 給你3比3 包括大家都忘記了 藍跟白之間的民調有沒有結果 有耶 是3比3耶 按照民眾黨算法是3比3 國民黨算法是5比1耶 他也跟你怎麼樣 反偏 跟你撕毀 跟你不認帳 所以一路騙到這邊 各位 都混淆了 一開始他跟你講說 四大訴求同意就好了 結果我後來有沒有做到 沒有 繼續再跟你要 說不行 我們要公開面試 結果面試完之後還有沒有 沒有 沒有還是不給你答案 他還繼續說 我們還沒有做決定 對嘛 而且今天柯文在講 我什麼選項都有 連投自己都有 如果你要投自己 你找人家來面試幹什麼 對各位 所以你不會期待 詐騙集團有三關嘛 很多人在講 在刷新 刷新他的三關 那你怎麼會期待說 你用三關正常 價值觀 道德觀 可以去符合他 他的目的根本就沒有嘛 他就是要賺錢 你反觀兩件事情喔 那今天為什麼韓國瑜 跟尤錫空會 有天狼之別的談戀 為什麼 尤錫空去是不是 奧獨督 韓國瑜去 這個人有錢 尤錫空沒錢 你知道這個錢 是差在哪裡嗎 韓國瑜有黨團背書嘛 今天韓國瑜 是不是先處理好家務事情了 代表說我全部 54票是什麼 2票 所以民眾也看到他 可以看到什麼樣 肥羊 這個以理相待 這好贏 這有錢的 來來來來 看到尤錫空看到什麼 沒錢嘛 柯建民也不挺你 你都說你代表你個人 個人意見 皮包打開只有500塊錢 就我一個人存款 就這樣子 沒有銀行都零存款 對不對 整個黨都背書 所以 這是民眾黨這個詐騙集團 看到肥羊 跟看到這個散起來 態度當然差很多嘛 但你知道最慘是什麼嗎 最慘是最後 他們還是被那個肥羊給騙了 對不對 這才是結果嘛 來你看 所以韓國瑜去 真是準備全程忽悠的 當然啦 你看尤錫空去 他就躺躺躺 我什麼 什麼全部的三個身家 全部全部都給你了 民眾黨要不要 都賣 我都誠意到這種程度囉 自台灣民眾黨八位立委 當選人先達的這個公開信 然後四點承諾 承諾 然後連什麼 連民進黨一直在反對的 設立常設委員會 單一招委一次 我都同意了耶 這樣還不行 所以上全入國 是他連單一招委都要了嘛 對不對 但尤錫空他自己補充一句話 他說什麼 我沒有票 我也沒辦法叫民進黨做 我個人底線 那這個詐騙集團 一聽到說 哎呀我這個對象 電話講到一半說 可是這個先生我存款戶頭 只有三千塊 他還要不要繼續騙 不騙 不領你的浪費我時間去旁邊 然後看到韓國瑜這個 喔 身家幾百萬耶 結果沒想到 反而被完了 為什麼 因為韓國瑜從頭到尾有沒有順著他們話講 有喔 都順著說 這個跟他們 這個巧言 那個月色 結果韓國瑜從頭到尾 有沒有承諾過半件事情 沒有承諾嗎 對都空口說白話 都沒有承諾 更會騙 他從頭到尾講的話都是虛的 韓國瑜講甜蜜緊張又至今 最厲害的是 我不是把你們當空氣 我把你們當氧氣 對對對 聽起來很舒服嘛 那要不要花錢 不要花錢 都免錢的 韓國瑜都花免錢的 對不對 結果今天最有趣的是什麼 最有趣的是這個 團進團出這四個字 保安這個就有意思了 這個就不是詐騙了 團進團出你知道 代表他們要投誰嗎 不知道 對不對 但我跟你講定調還是一樣 基本上來講 他們還是傾向去國民黨 為什麼 因為韓國瑜有錢嘛 我們講白了 沒有騙到手的 會堅決騙到底 但這個團進團出 其實是為 黃三三 這個人開的特別條款 換言之 今天所有民眾黨 我們昨天跟大家討論過 黃國昌也好 陳昭之遙 有沒有表態 表態了 表態就說我們想要投給國民黨 對不對 而且他們很清楚喔 他們都已經對綠表達 非常不以為然的態度了喔 對那我反正我只要 讓國民黨上就好了嘛 我為什麼要跑票呢 跑票只是削減我力道嗎 錯了 因為對於有一個人 這個人的核心力 跟大家不一樣 我反問你這件事情喔 今天黃三三投國民黨 國民黨會不會感謝她 不會 國民黨會不會對她鬆手 還是會繼續罵嘛 還是會罵她嘛 會不會因此就恩怨 就是一節兩節 不會嘛 當然不會嘛 所以黃三三很清楚這件事情 即便她投國民黨沒有用 她的角色很尷尬 所以當然現在黨中央 必須要幫她開個巧門 黃三三投給民進黨 你說那有什麼用 當然有意義啊 因為黃三三放眼的是立法會議員的任期嗎 不是耶 是2026年她是不是還要選舉 但2026年選舉的時候 她選台北市長 她期盼的是什麼 跟柯文哲一樣 還有綠白鵝的機會嘛 所有報告 這個所謂的不是團進團出分裂投票 說到底根本不是想讓民進黨上 也不是想要兩邊逃 只是為了黃三三開了巧門 好瑞德 這你就聽過 現在對於陣營裡面 對於白的厭惡程度其實是最高的 結果 你今天尤錫坤不但去了 去了以後 你還弄了一個書狀 這個書狀裡面 你根本就是同名狀 真的在綠營裡面已經炸鍋了嗎 連尤錫坤都說 他被罵翻了 我從昨天 那麼尤錫坤發了這個公開信的以後呢 從下午一直K到了晚上 拼命的K 我的臉書也K 我的YouTube也K 我的正論節目 從頭到尾都是K啊 不只我K 大家都K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啊 尤錫坤身為這個立法院的 現任的院長 那麼他要去選下任的院長 也這個 由那個民主進步黨呢 那麼提名 我沒有意見 那我也樂觀其成 你有本事你去拉票 這我也沒有意見 那麼尤錫坤帶著這個 現任的副院長 也是下一任的副院長候選人 蔡其昌去拉票去民眾黨 我也沒有意見 但是我對尤錫坤所發的這個公開信 我非常的有意見 他公開信發壞了 剛剛這個寶傑不是講說 他裡面的公開信有四點嘛 幾乎把黃國昌所要求的分兩次 還有柯文哲所要求的全盤都接受嘛 對 其中有關於單一招委的這個部分呢 他把它列為第四點 他說他以個人的身份 那麼這個同意嘛 也贊從嘛 我請問一下 游錫坤 游院長 你有個人的身份嗎 沒有 你是游院長還是游委員啊 你如果是游委員 你才有個人的身份啊 你為什麼立法院的院長 必須要操然獨立 公正客觀 不介入黨派 那是因為你面對各個政黨的時候呢 你必須一律公平嘛 但並不表示你不是民進黨的 沒有民進黨哪有你要這樣坦白的嘛 所以呢 你自己本身還是執政黨的國會議長嘛 你怎麼會有個人的意願 個人的看法跟個人的贊同呢 你當然是要跟民進黨的黨團 站在跟整個民進黨的利益 站在一起嘛 難道你是為了你自己個人 去選立法院的院長嗎 你選立法院的院長比較重要 我昨天就K他了嘛 然後沒多久呢 就有一大堆人趕快來 幫我幫他說情啊 幫他這個說 關說幹什麼 沒有用 為什麼沒有用 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啊 就這麼嚴重 昨天問他 他今天又弄了一套嘛 他今天又寫了一個說 昨天有媒體罵他嘛 對 媒體K他嘛等等嘛 他今天怎麼講 他說既然承擔就應該要勇敢 既然負重就應該要忍辱 那你知不知道 你負誰的重 為了負你立法 你要當立法院院長連任的重 你讓我們受到了蒙羞 受到我們羞辱啊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你全部投降了 你自己個人的 用你自己所謂個人的身分 去答應他這幾個要求 你等於投降了 他還不承認喔 又不是只有我去 韓國瑜也去啦 好 重點來了 韓國瑜大家剛剛講那麼多嘛 韓國瑜是誰 韓國瑜是台灣的娛樂表演王啊 你知道嗎 他演技一流啊 他的演技大概只有 習日的溫家寶可以比零 我跟你講坦白的 我還有點懷念溫家寶 你知道 他只有溫家寶可以比零嘛 韓國瑜去了 你不要問四年前韓國瑜 要告過黃國昌了 黃國昌還跑到佐水區去 弄一個背景 弄一個背影說 哇這個地方怎樣怎樣 還罵韓國瑜 罵李嘉芬 罵韓國瑜的這個等於岳父等等嘛 兩邊還要不共戴天之仇嘛 結果你看昨天一報告訴你一件事 政治廠商沒有永久的敵人跟朋友啦 什麼公平正義 什麼堅持理念的都是 昨天這一報就沒了 這一報黃國昌四年的這個什麼 不要說四年 十年啦 我認識他的時候 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 那個什麼正義啊 什麼那都是 你知道嗎 只要有政治利益 什麼都可以愛得抱抱 抱完以後呢 抱完以後要的沒要到 還不是一樣 柯文哲故弄玄虛 還不是跟你講 明天早上九點半我再揭曉 為什麼 因為你跟他一報爽成那個樣子 也是人家的事情 最主要對柯文哲來講 我的政治利益在哪裡 拿不拿得到 那才是柯文哲關心的東西